出了 二打二 来点短声 来点短声 我们二二 对啊 你想跟谁一伙 都可以 我们俩一伙 你们俩一伙 哇哇哇 啊 哦 一边上 一边 快点 决定 来 我们现在出了一个 出了一个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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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怪伦 开始 林初豪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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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嘿嘿 S3 郭艾伦 赵雨彤认真防守 想办法换吗 哈哈哈哈 你看李峰 李峰 来来来 这个球 啊 这个放过去 郭艾伦 好 来 我们领队入座 准备录制 2比2平 好 现在还没有上场了 举手一下就好 一对一 选我 这里 选我 这种感觉我想起 当年参加序列赢 追求梦想那种 选我 我看一个特别的小朋友 等好久了 好 可以 小朋友 上来吧 我叫张雨彤 今年13岁 打球打了将近三年 就感觉我是这里边 年龄最小的一个 算是一个有优势又有劣势 劣势就是可能因为身高 或身体素质 可能没有其他大哥哥好一些 然后那优势就是可能 就是一些目光会集中在我这边 因为我年龄比较小 人家会想 怎么会有这么小的年龄的人 来参加这个节目呢 挺帅的 够一个气势属于 对啊 蛮可爱的 蛮可爱 来 选一位 谁 谁要跟他PK举手 就想玩了 可能没人想欺负他 觉得他是小朋友 所以他在宣战的时候 没有人出来应战 你要你想拿吗 自己挑吧 自己挑吧 自己随便挑吧 我选那绿的 选那个绿的 绿衣服的 绿衣服的 好 大家好我是滴滴 我来自台湾 是一个职业的 华士连组玩家 然后我到这个节目呢 是希望让更多人 看到不一样的篮球 怎么打呢 说实话也打不了 年纪太小 但是我们 你必须要跟他真打 你也要对他真打 不会就是说 因为他年龄小 你不要跟他打 这是一种 一种互相尊重 他们肯定会觉得 我好气了些 那就随着他去想回来就 等到时候真正打 现在就不一定了 小孩打了 豪哥小孩打了 对 我觉得他不会赢 他不会赢 真的吗 好 来吧 加油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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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还是觉得他会输吗 我不知道 我谁都能打 我谁都能打 我希望在场上别人把我当一个球员来看待 好 别人 弟弟 很会演啊 我还是保持我热爱篮球那份喜悦 全场最快乐的球员 好 有开了 差一点 没关系 差一点 没关系 太难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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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能激到 一激到肯定就是会丢球啊 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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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表住 好防 很好的防守啊 好 好球 这滴滴也挺不好打的 打误啊 这打误啊 这打误啊 打误啊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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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过他 打误啊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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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以一个13岁的小朋友来讲 我觉得他的这些运球 控球的 不输给这些大学生 我不知道他从哪里学这个动作 是非常非常困难的 可是他做得非常好 拜佛 拜佛 打误啊 一定是弹误啊 第二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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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很棒 中华蓝球 在未来之前 我喜欢他 他很认真 一直不笑 他没笑过 没笑过 我可以要 我可以要 如果你支持张语彤的话 来给点喊声好吗 他很强 他就有 找什么犯规 有犯规 两次 好了 罚球还不错 一 张语彤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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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三次比赛 张语彤 张语彤 张语彤